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雷敏汪 大家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洋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岩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次回來跟大家講一下美國的話題 最近應該是對昨天 艾登就委任了 這個叫做Wendy Sherman 做副國務卿 中文譯音就叫做社曼 他一成功被委任之後 他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要強化對中國的挑戰 應該強化與中國挑戰 主張保持與中國競爭 甚至不惜一戰 他還有強烈譴責 中國攝取美國的商業機密 說一成功委任就說這麼硬的事情 這位女性、女性、女性 究竟她以前做什麼呢? 先講一下她的背景 她以前的Wendy Sherman 一日明是做社工的 社工出身 主要都是幫一些窮人、婦女做這些工作 做一下就開始了 就投入這個政黨政治工作 同時也都擔任過不同的 是一些不同的政府 甚至乎非營利的組織 擔任不同的職務的 主要內容都是講關於跟兒童 甚至乎婦女有關的工作 去到1991至1993年 他就開始開自己的媒體公司 和政治諮詢公司 就從事一些顧問的工作 和人提供一些的 這些計劃的戰略傳播 到了1996年 當時他就成為這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 利斯特佛領導下擔任的一個 立法事務助理 就從那時候開始 就在國務院底下 進行一些的立法的工作 他就有份參與這個 領導了蘇聯解體 和代表為俄羅斯新讀樓的國家 幫他們爭取資金 以前他是幫過俄羅斯 做這樣的工作的 後來他就擔任過 房利美的基金會 的首席執行官 兼總裁之後 他就以這個顧問的身份 回到國務院 大選就服務於克林頓總統底下的政府 之後他就做過一些 外交政策問題的顧問 和也都向新聞報做一些不同的工作 到2009年 他一直都是擔任奧爾布賴特的 國際戰略諮詢公司 這個叫石橋集團的副主席 去到2008年大選 就為希拉里提供諮詢 好了 他到今天就成為副國務卿 應該是最高職位的 如果講做官來說 他一上場就講得這麼硬 一定要和中國砌過 然後他又講過什麼呢 就是他說不能夠中國不停破壞我們美國的網絡 不可以讓中國繼續偷取我們美國的商業機密 要為美國的企業提供足夠的保護 作為 他作為我這個是國務院的第二把交椅 我問一下大家 不好意思 有什麼可以提供一個保護呢 安全套 我不是想說笑話 而是你保護完之後 可以怎樣 就是你保護你的是什麼 保護不要給他們 偷了一些商業機密 就是不要給美國企業 給一些中國的間諜來 滲透到不同的美國企業 那就是偷了他們的機密 我告訴大家 不好意思 這個一定要針對大家講一講 其實美國企業的商業機密 很多都是給其他美國企業 這個事實來的 你看法院有多少個案子 是告別人偷了商業機密的 在美國 就是美國公司互告的 這個經常發生的 那個真相是給大家聽的 所以你說 如果是中國偷的 你拿個案例出來 有什麼是偷你的 案例都很多的 就是要拿呢 他都有一堆的 要多一堆 但是比起你自己互偷呢 這個不能給你自己互偷呢 就不當是安全問題 給中國偷呢 就很大安全的問題了 OK 其實那個行為都是偷而已 你都是一樣有損失的 這樣就說 美國公司互偷就沒所謂 因為最後贏家都是美國公司 去美國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都可以 不是吧 就是有時候我們做節目都想輕鬆一些的 因為說得這麼緊張的話呢 其實大家都不開心的 有時候就在旁邊問一些輕鬆一些的問題 其實就是令到大家的思緒呢 可以放鬆一些 放鬆一些才可以看遠一些的 經常都很緊張是做不到的這些事情 是對自己是沒有幫助的 我們是為了大家著想的 所以才會說一下這些事 是 那謝社長為大家放鬆一下 哈哈哈哈 那說回正題先吧 他以前呢 就在2015年 就在這個伊朗核業議上面 其中一位主要的談判代表 代表美國的 那在這一方面呢 他也都會講到 關於伊朗的問題 也都會著手處理 將伊朗拉回去 在這個談判議程前面 那問題就來了 伊朗呢 較早前 是不是較早前 是在他被委任的前一天 即被委任成為副國務卿的前一天 就宣佈 將有濃縮的順度提高至60% 那這個動作呢 就公然是在挑戰著美國的 是因為以色列 不好意思 是因為以色列搞壞了他的設施 用這個 那他怎麼都要做些事情 就是說我還沒爛了 你夠膽再來 伊朗就是這樣 越打壓就越頑強 哈哈 你再來 你再搞那些設施 我再提高一些 那他們的有濃縮 每個人都說無核化 經常說要無核化呢 這個我覺得是 有時候都是拿來講的 除了伊朗之外 他也都講到 美國需要向朝鮮施壓 逼他們無核化 我真的不明白 他究竟可以怎麼施壓呢 唯一辦法就是 只要搭這個北韓的 如果不然還可以施壓 我就拋頭了 他也重新 要和其他盟國的合作 多多合作 這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日本和韓國 你找日本和韓國再合作 過去的日子已經合作得很親密 你還可以對朝鮮做多些什麼呢 除了出兵之外 其實是沒有的了 已經做盡了 當然了 金正恩 就不可能放下這個核武器 這個我個人認為 而中國也都承諾 會和朝鮮緊密合作 希望可以實現無核化的 中國的立場都是這樣的 希望朝鮮半島最終無核化 但是在這樣這麼極端 大家在這麼敵對的環境下 怎麼能夠實現到這個無核化呢 是很大的疑問 不過我相信 朝鮮從來都不是美國的第一打擊對象 現在的第一打擊對象是中國嗎 不是 俄羅斯 俄羅斯 一向都是俄羅斯 對不起 拜登上場之後就是俄羅斯 之前川普就是中國 是 拜登上場之後他改了 他說第一個威脅就是俄羅斯 第二 中國是競爭對手 出現激烈競爭的競爭對手 大家都有辦法商量 但是俄羅斯是一定要還的 是 俄羅斯那邊呢 我們遲下再分開一節說 因為俄羅斯也是搞得很激烈 那回來講回這位 Wendy Sherman 那他就 他就說到這個 朝鮮 要著手搞 但是 接下來的四年 可以對朝鮮做得什麼呢 這個我對他來說 就是我對他很大的疑問 其實不是說的東西 是很像以前奧巴馬那樣 會不會 聽他的履歷 他都是和俄羅斯 他負責都是俄羅斯那邊多的 沒錯 他以前呢 就在奧巴馬時期呢 就擔任一個政治事務的 國務次卿 那麼 在克林頓的時候呢 就出任過 朝鮮的協調官員 他不是說沒有經驗的 在這方面 他是有經驗的 也都在 2016年 曾經 出訪過台灣 不過那時候呢 他就沒有做官的 在2016年的時候 舉辦過一些的 研討會 也都 找過蔡英文 聊天 這些就是他過去做過的事情 那麼 對於中國呢 他就說 要繼續向 有關新疆的問題 和人權的問題 繼續向北京施壓 還有 他也都說到香港 香港的問題 他聲言 要北京必須 要對香港的問題 付出代價 我真的不明白 他有什麼代價 中國 北京對香港 做過這麼多好事 究竟是 什麼原因 令到他要這樣說呢 其實 中國是 在香港問題上 是完完全全 不管你美國 怎麼去做 是很明顯的 老超那些曾經說 老超這個燈神 登得最厲害 那一次呢 我最記得就是 黑暴自己說 最後會怎樣 最後啦 就是 跟美國講得好 他那些代理人 好像肥佬禮那些 就不動他了 美國就放過你中國 你看一下 現在燈神燒一說完之後 全部抓了 劉細良那些 那些 不抓了 就跟中國打 講得好 他那些馬仔 給點面子 燈神燒是這麼說的 結果現在肥佬禮那些 全部都下了 關於香港的部分 他就講過 這個 香港自治法 但是 當記者問他 會對香港做多些什麼呢 他只是說 會施加更多更有效的制裁 就沒有其他細節再講了 但是呢 對於這個新疆問題 他是極之同意 新疆有出現這個種族滅絕 在新疆 他是會積極的 跟美國的盟友 去推動這個調查的事情 還有要求中國 不要再迴避這個問題 沒有迴避過 從來沒有迴避過 要不是準備叫聯合國去 但是可能還在談 最後就講到 有一小部分都可以跟中國合作的 就是這個全球的衛生問題 不過呢 最重要都是 要找出疫情的真相 所以 你中國最好跟我們美國合作 讓我們調查一下 究竟這個疫情的源頭在哪裡 很奇怪 講到出口 講到出口 你都認定了是中國 還有什麼好調查呢 另一部分合作呢 現在唯一合作 就只有氣候問題 不過我相信 氣候問題的合作都不容易 萬一 美國那邊就要再牽涉到更多不同的政治問題下去呢 分分鐘呢 連氣候問題都不能合作 不過他最後也有講到 中國和美國雙方 最好加強對話和溝通 這件事我都同意的 加強對話和溝通 少講這些的陰謀詭計 那叫做 為之無實 不過現在整個美國都不是的 就覺得 中國就是對美國最大的挑戰 現在的互信是 可以說跌到一個新的低點 不過他又覺得應該要 中美應該要增加互信 那我都 我都不太明白 可以在這麼多 這麼多誤解底下 怎樣增加互信呢 這個 我相信都很難啊 聽這個阿姐講話都是 都是很觀看的 觀看啦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 講到底就是 都要講回那個三毒屁來的 布林肯講過的話 他就重複那篇 就這麼簡單 那謹根老闆說 就不會壞了 好啦 那我們這節就講到你為止 我們下次回來 講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